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老師來想請問一下判斷下列哪個選項是正確的 A選項 他說10的S四番等於AK有十數解 像這種題目來講你不可能去連 不可能直接去把AK算出來 他只問你有沒有解 所以說這種怎麼辦 我們去畫圖 只要畫圖圖形算出來有交簡 卻代表有解這樣行不行 所以A選項怎麼畫圖 麻煩你今天問你10的S四番和AKS 所以說Y等於10的AKS 和Y等於AKS 你把這兩個圖形畫出來 因為這時候底數是幾? 10 底數是10號 所以說整個圖形來講 因為指數的圖形一定經過多少? 01 S40的時候Y一定是幾? 1 但是這時候底數是10 AKS11的時候它馬上爬到幾了? 爬到10的地方嗎? 所以圖形散測幅度非常的快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整個串上去 我們看到 可不可以齁? 突然之間整個串上去 所以這是Y等於42幾次? AKS 那Y等於AKS A S40 Y40 AKS11 是它Y41 所以圖形慢慢的散去 所以說這兩個圖形有沒有焦點? 沒有焦點 所以基本上 它說第一個選項 它說有實數解對來錯 錯 所以A選項不正確 再看B選項 一樣B選項 問你有沒有實數解 一樣 麻煩你去把誰? 把Y等於12S4翻 和Y等於幾? S平方 好不好? 把圖形畫出來 一樣 我們先看Y等於12S4翻 因為底數是10 圖形散升太快了 但S40是Y41沒錯 但是AKS11是馬上爬到幾? 12 所以說整個圖形散升的幅度 直接往上串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這整個是誰? Y等於幾? 10的S S4 這樣行不行? 那Y等於S平方 四條什麼線? 拋物線 0點珠包四起 00 開口朝 讚 不錯 它也會往上跑 但是它跑的幅度 這邊 有沒有比它快? 沒有 所以說這個 拋物線來講 在這邊有沒有焦點? 沒有 但是它好歹在這邊有焦道 對不對? 所以說這時候有沒有時速解? 有 時速解在這邊 所以B選項是正確的 這樣行不行? 來 C選項 它說多少 10的S4翻一定大於AKS 對不對? 我們看這個圖形 10的S4翻 算出來答案一定會比AKS大 對 所以C選項是正確的 這樣行不行? 珠選項 但AKS大於0的時候 這10的S4翻比S平方大 對不對? 你看一下 但X比0大的時候 這10的S4翻圖形 都在S平方上面 對不對? 對 所以說珠選項也是正確的 再看E選項 10的S4翻 和誰? Y和幾? 負X有時速解 是不是? 一樣 麻煩你 把Y等於10的S4翻 和Y等於負X 把圖形畫出來 就知道了 那你看一下 剛才講過 Y等於10S4翻 圖形在這邊 上升的非常的快 對不對? OK 再來 Y等於10S 負XA 這時候畫出來這條直線 是這樣子一條直線 有沒有看到 Y等於機 負X 所以說 突襲有沒有交疊? 有 對吧 所以說有時速解 對不對? 對 所以說基本上 BC 珠1 都是對的 這樣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